台灣的球鞋文化是一個開放的,而且很多元的 在2001年的時候我們跟美國的朋友一起開始的談戀這一個平台 大概在這個上面就是呈現了多元化的討論 而且隨著年代我們有不同的喜好出現 不管是從籃球的、潮流的、甚至說粉絲的一些追逐上面來說 看旅或是台灣的朋友們很幸福地在台灣看到了各式各樣不同面向的球鞋文化 Originals的出現對我們鞋迷來說其實是一個非常創新、非常新鮮的一件事情 許多老鞋迷們都非常期待這一刻的來臨 因為很多新的東西不一定有Originals想要呈現的這個味道 Originals的出現可以說是鞋迷的一大敷衍 所以Mega系列不管是Soft Sale或是Token系列 他們最強調的就是把它的科技無限放大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Token系列它把它原本藏在鞋子裡面的東西放出來 在外表也可以看到 我會覺得說原來這個東西本來藏在裡面放出來之後可以這麼漂亮 特別的是尤其像這個Soft Sale的部分 透明的外殼把它的避震包裝起來 我一看到就覺得很像是藍袍堅尼超跑的眼睛蓋 因為他們會故意很gabite的把眼睛蓋做成透明 然後讓你看到藏在眼睛蓋下的一個功能 然後這個功能的美其實就是深深吸引我們看裡面喜好的一個部分所在 這麼幾年看下來其實球鞋它的特色是一直在變的 從以前的籃球鞋款慢慢的潮流鞋款 我覺得現在真正要說球鞋的一個風格呢 其實我覺得科技加上復古 這樣子的特色的融合是一個新的走向 就像是Mega系列它將這兩個東西放在一起 除此以外呢你可以看到市面上 不管是科技鞋款或是復古鞋款 在這兩三年之間都有非常精彩的鞋款出現 那我覺得真的是 在喜歡鞋子的朋友們一個最開心的一個現象 那天 叫做和像是個病奇的 看起來 可以聽到我們 就像我一樣 這麼短度 那樣 在這兒